北同连线这节目已经好久没跟朋友们见面了 今天来了一个叫Bobby的朋友 他在美国留学5年 欧洲工作了一年 现在从事着电竞游戏和新媒体这个行业 但是他放弃了在德国拿兰卡的机会 为什么呢 然后他虽然是直男 但是对于同志LGBT不排斥 甚至是很包容和开放的一个态度 他又经历过什么呢 我们这一期来听他来讲述一下他的故事 我是一直有这个移民的想法 而且以后肯定是要去做的 只不过当时我是最早的时候 15年的时候在美国那边申请的H1B 你知道吧 这个有一个抽签的 没拿到 没拿到那时候15年的时候 相对来说经济形势还比较好 然后大的方向还比较不错 然后国内有些机会 当时就直接回来了 那时候互联网公司做的都挺好的 然后回来了之后 就是一直也有这个想法 我就刚开始是想做结束人才移民 所以说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会去争取一些报道 去多参加一些 比如说各种的会议 panel这种东西 然后反正这个东西 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走 但是现在怎么说呢 就感觉这个越来越急迫了 对吧 一方面是反正经济不好 就是对我们家长来说 我现在有个小孩 对我来说 这个整个工作的形势也不太好 而且呢 就是因为我做的东西都是跟海外有联系的 而且我看见现在甚至有一个大的方向 可能就是以后 可能只会有比如说很少的行业 或者是对外的这东西都会管得特别严 所以说我感觉到这是有一个紧迫感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孩 小孩那个大家都不用说了 你的那个视频里面说过很多 小孩的教育啊 然后啊 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一个相当来说 相当大的问题 到未来 他的那个工作呀什么的 也反正觉得移民的话 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吧 我觉得 你原来做什么的工作的呀 是什么职业 我是 我基本上一直都是做游戏 游戏还有 还有那个内容产品 就是游戏编程什么的 游戏设计 我相当是有点像是运营商务 还有新媒体我都做 对 比如说电竞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就是像胡人 像雷克斯这样的队伍 电竞队伍其实本质上是和传统体育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部分是电竞那个团队是吧 天天去琢磨怎么打赢别人 怎么把自己的技术提高 这是一块这是赛讯 然后呢还有一块就是什么市场商务品牌 然后呢我就是做另一块业务的市场商务品牌 当然是现在的话也新媒体啊 MCN啊这些东西都会去做一下 想走什么杰出人才这一块是吧 当时是想走哪个类目呢 因为我这其实是相当于是新兴的体育 而且我的东西不是相对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真的 是真的是有一些海外媒体的报道和参加了一些拼脚活动 然后呢不是那种找国内的中学做出来 而且呢我有很多是在海外的 这个话海外的那个律师啊 或者是那个就是批准移民的人 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海外是不配合你作奖的嘛 对吧海外那些机构 所以说呢再做吧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要求还挺高的 而且现在排气也特别长 这东西还挺麻烦的 不是说又要大选了吗 你大选的话 万一上来就是那个川普啊 共和党的话 那可能这个移民这门槛更要提高了 所以说你有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呀 国家呀或者是地区呀什么的 我去年是在柏林常住了一年吗 以前也去过一两次 就是因为电竞的话 他全世界都有比赛嘛 尤其是英雄联盟 他世界赛每年都在不同的大洲去举行 但是我觉得欧洲比北美相对来说 要在经济上面 这种生活的方便程度上面要差一些 尤其是北美这边的话 比如说相对来说几个大的城市 像LA啊 像硅谷那边 San Francisco啊 或者是Vancouver对吧 那个加拿大那几个移民城市 都有很多的很多的中国人过去 然后的话你去吃和玩了 都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 但是欧洲那边的话 可能就是法国 巴黎稍微好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 他的那个社会 就是真的是热门 然后的话大家都比较躺平 也比较平均 然后整天care的 可能更多的是 不是怎么挣钱啊 怎么去消费啊 然后care更多的是 比如说LGBT的一些 movement啊 然后的话一些比较 比较无需的东西嘛 比如保护环境啊 维护和平啊 帮助世界上 小落后的地区啊 这些东西嘛 然后的话我其实这挺好的 对吧 然后但是可能这种生活 我不是特别喜欢 还有一个就是 我在欧洲的时候 我想去买一些东西 我发现呢 欧洲这个消费啊 就是他怎么说的 他跟美国和中国差太多 就是他光这个商品的类目啊 有很多我都找不到 我当时想买一些电竞椅嘛 因为我打游戏嘛 电竞椅鼠标什么的 然后呢 我在美国的Amazon上可以找到 我在中国 因为中国基本上世界工厂 所有东西都能找到 但是在欧洲 你要去买一个 比如说好一点的 那个Aaron的那种 那种电竞椅 在办公椅啊 但是也可以做电竞椅 或者是我现在做的 这个Steel Case 这个电竞椅 巨贵 然后呢 你还得从美国 给它买过来 就是说欧洲 其实有很多商品 它是没有的 我打个比方 就是可能是比较 中国比较躺平的 像成都 四川这种 就是就是在 在江州户包邮之外 这种感觉 你连就是很多商品啊 很多消费的东西都没有 我觉得这其实也挺奇葩的 然后的话 总之感觉吧 我觉得 就是欧洲 欧洲如果是相对来说 你比较 比较 一些艺术啊 音乐啊 类型的感受啊 这种人 你节奏比较慢的 你比较文艺的 你去欧洲 这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GPT其实也挺好 那边挺开放的 对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 北美那边相对来说 比较那个一些 更有点像中国这种感觉 就是打拼啊 像加拿大不一样 美国的话相对来说 比较这个一点 那你当初去德国 是有机会 在德国生活下去 是吧 你不是有工作签吗 对吧 但是那个工作签的话呢 也可以持续延续下去啊 德国的话 柏林 因为我是在柏林嘛 LEC就是 英雄联盟的比赛 是在柏林 然后的话 它是相当于欧洲的 一个是那种夜生活 一个是性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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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比较压抑吧,就是冬天的时候,漫长的冬天啊,有黑又冷啊,是吧,就这样的,然后呢,他们很多年轻人就会去夜店,而且玩的,玩的,玩的非常非常的疯,而且欧洲现在的话,基本上,啊,其实,比如说像那个,很多地方吧,像大麻呀,这种东西都解禁了,而且他也不像美国,你,在街上都不能喝酒的吧,你喝酒的话,啊,你也属性21岁,你还得在家里喝酒,你不能在街上当众,啊,对,你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是吧,不会跟着他们一块,喝酒, 喝酒啊,去夜店啊,然后,去,那那种,你不太能接受啊,我能接受,我能接受,其实我,如果我年轻一点,或者是,是吧,或者是,呃,怎么说呢,我更有魅力一点,更有魅力一点,我手里会去的吧,但是我并不是这样的人,呃,我是属于那种宅的玩游戏的,你做的行业都知道,宅来,你不是同志啊,我不是,我不是,呃,就是,就是,就是, 嗯,你说,那你怎么有关注这些同志的节目啊,或者说文化啊,比较关注,你不是说海外LGBTQ的一些运动,你都观察过,他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你会内心有这种冲动啊,有想要接触,接触,啊,因为我,因为LGBTQ其实在海外的话,是很平常,就是你生活中的,就是, 很可能随,随便一个人就是,然后的话,他们也,很多就是那种,就是很open的,就是LGBT,我也不用躲什么,我也不用藏什么,呃,然后的话,呃,就是,呃,就是,呃,呃,就是,呃,呃,所以说我们班上,大部分都是女生,然后的话,男生的话,特别对传媒啊,对吧,对媒体感兴趣的, 也就很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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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gay,然后的话,呃,呃,对,我们班上一共是四五个男生吧,但是还有一半都是gay,然后的话,那些脑外的同学男生的话,也是有好多都是gay,就是,搞传媒的,呃,一般来说,百分之五十以上男生啊,或者更多的都是gay,对吧?有可能是个别的现象,就是,就是,就,至少,呃,在我当时在,呃,USA的时候,然后我那个班上都是这样的,呃,确实是,确实是这样的,呃,搞传媒,搞艺术的特别多, 哦,那你当时,那些gay的同学没有跟你表示过,呃,你有没有跟他们,有过这种,他们有没有对你有没有这种暗示啊,让你加入他们的圈子呀,呃,我这个感觉不是特别灵敏啊,我,我感觉有一个对我是挺好的,是挺好的,因为当,当时就是中国人不多嘛,是吧,一开始过去的时候,大家语言都不是特别好的时候,然后呢,我也是属于这种就是比较愿意去,呃,关心和帮助别人的,然后的话,呃,我那个同学一看就是这种, 比较稳定的呀,说说小小的,我有时候就拿他们开玩笑啊,或者是逗他们开心啊,什么的,我,他,他可能对我也是,也还,也还蛮有,蛮有好感的嘛,但是,但是他后来就是和一个,呃,就是,嗯,就是美国的一个小帅小伙,结婚了,现在在硅谷那边,然后他们好像还做了,就是做了小孩,就是可能是,因为在美国那边也是可以做代孕,也可以取金子的嘛,是吧,他们可能是各,各用自己的一个金子和代孕妈妈的卵子, 配了,他们的双方还非常漂亮,啊,非常漂亮,所以说你还跟他们有联系啊,嗯,是,我看见他Facebook上的照片呢,对,后面的话联系不多,但是反正祝福他们,他人也是挺好的,像中国现在这种能接受LGBT的,虽然能接受,但是很多人呢,不想接近,不想了解,呃,您可能就是比较主动的去跟他们去接触,主动的去观察,我觉得挺难得的啊, 能做到这一点,挺好的,我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别人有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吧,那我喜欢玩游戏,然后的话,呃,他,他喜欢就是,呃,比如说音乐,呃,我,我,我当时在欧洲的时候,欧洲比这个还要开放,在柏林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这种,Gay Parade呀,或者是,呃,或者是有很多那种Gay Bar,就像,就跟我你说的那个,那个,那个,Belkin,他其实是以前最早的是一个Gay Bar,然后呢,后面他玩的特别疯,也有很多女生, 扎进去,然后后面也有直男女生,现在混在一起了,直男女生,Gay,可能他们甚至都不太区别这些东西了,那如果这些Gay要跟你有身体上的接触啊,骚扰啊,你能接受吗,你会不会排斥吧,就这么说,我倒还真,真没有骚扰过我,啊,反正就是, 对,对,对,以前,以前我做那个VR视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摄像师,是,我和他一起出差,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把我那个手挽着,是吧,就是说,就这样,像个女的一样,把我手挽着,然后跟我开玩笑,我也觉得无所谓了,其实,这个东西大家都闹着玩了,对啊,就,就,就,我,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 很多男的都不接受,直男不接受,我认识直男不接受,你要说掺着他们,哈哈哈,他们不接受,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自信,他们真的动摇了,所以说呢,对吧,他们就不接受了,我觉得还挺好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分享一下是吗, 以前我在Hollywood那边上班,在一个小的那个studio做视频,然后当时,当时我们旁边就有一个, 一个bar,那个bar呢,就是一个ts的bar,transgender,transgender,就是变性人的,发现别的,然后呢,对,有时候我晚上加班出来的时候,我就看那些女的,就是个子特别特别高,然后长得特别漂亮,我其实还真的心动的,我当时不知道,后来呢,有一次我,有一个女的在我旁边说话的时候,她可能没变音,她就用男生说出来了,我才知道,哦,原来她是那个ts,但是她们真的是很漂亮,我,我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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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觉得这种,是吧,她如果真的喜欢, 我也蛮喜欢她,我也能接受,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她真的是,因为,因为她们这个东西都是做出来的,她都是,按那个男性审美里面,觉得最漂亮的那种方式去做的,对吧,那种风如飞吞啊,看上去Gios,就像那个,那个动画片里面的,那个,嗯,顾履狼那种感觉的,做出来的,哦,啊,就像这样的,所以说呢,所以说,你在不知道的时候,情况下, 你会真的是非常喜欢,你会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漂亮的人,但,但其实呢,也是transgender,但是我也不觉得有什么,transgender,就是transgender,就是说他们已经,你得知道他们,呃,是跨性别人群,你也无所谓,是吧,你也可以欣赏,我也无所谓,嗯,对,然后你也不排斥,但本来就很漂亮了,嗯,对,那你只是欣赏了,那你不会说,再进一步的接触她,肯定就不会, 呃,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对吧,呃,我们,我们,我们,呃,毕竟文化上隔阂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呃,也没有很多的机会,真正能够接触到,对吧,哎,是,嗯,如果真有的话,我是真不排斥,哦,我觉得挺好的呀,挺好,挺好,挺好,节目的最后啊,由于网络不好嘛,他断线了,他呢,给我后台发了他的PDF,告诉我说,其实欧美的工作, 还有投资,那么美国要远好于欧洲,他认为的啊,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啊,就是机会多,潜力也大,他给我看了一眼,就是休斯顿三百万人民币的房子啊,非常的壮观,同时薪资对比,他也有话说,他说德国的税率啊,要扣除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那个税嘛,然后美国在这方面工资收益明显的就要更高一些嘛,然后拿到手的呢,就更多,他过去呢,这个薪资有九千九,在欧洲扣完税之后,就只能拿 到五千六了,因此,这也就是他,放弃欧洲兰卡的机会,最后转,想去美国的一个终极原因吧,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啊,欢迎评论,同时,记得订阅一下,然后呢,给他,给我们这个视频点个赞,下一期啊,我们在吉隆坡啊,有一位朋友,他呢,也想要聊一聊,他在东南亚的一些小故事,感受,我们下期再会,再见。